大家好,欢迎您来到小林风味的美食频道 今天我们来一起做老北京的独特小吃,炸罐茬 这是一款非常传统的街头小吃,简单,随意 它的地位很特殊,如果您去北京吃个小吃 没吃炸罐茬,好像是缺了点啥 但是这炸罐茬又实在是普通的算不上个主菜 不是因为它没有豆汁,名气大 也不是因为它不像炉煮那样粉丝众多 实在是它长得太不起眼了 可就是这么一道不起眼的小美食 有的时候还真是让人十分的想念 原材料您看到了 就是粗粉条,加上番薯粉,还有水 这是100克的宽粉条,下锅煮透 把300克地瓜粉的一半,150克放桌子上,碾细备用 大概过了有10分钟 你看那粉条,一掐就断了,说明它熟了 把粉条里多余的水分倒去 然后倒入用另150克的地瓜粉,调成的糊糊,一起搅拌 这时候的搅拌一定要彻底,从下向上翻拌 尽量把糊糊都变成这种灰色,就说明它熟了 这个过程很快,大概量3分钟 然后我们就把这个粘糊糊的坨放到刚才准备好的另100克的地瓜粉上 当粉团的温度降下来以后,就开始把桌上的干粉不停地揉到这个粉团里 然后切成长条,上锅蒸大概40分钟 各家的蒸锅大小,放水量都不一样 所以你想判断一下这个粉团是不是熟了 就看它透不透明 像这种状态基本上就是熟了 刚蒸熟的粉团很烫,不能吃,一定要放凉了才能吃 这是第二天的样子,已经凉透了 把它切成一边薄,一边厚,我们叫蝎子样 然后就可以上锅煎它了 煎的时间不要很长 不能翻来覆起的煎很久 否则出来的灌肠就很硬,不好吃 看就是现在这样,一边焦脆,另一边Q弹 一片下去,两种口感 现在已经煎好出锅了 在吃之前,还有一个活儿要准备,就是倒蒜泥 把蒜泥倒好之后,加入盐,还有凉白开,调成一个凉凉的蒜汁水 看到这儿,有的朋友会说,这么简单的东西有什么好吃的 可是你知道吃过的朋友,现在可能已经口水滴答了 好了,这款简单又随意的北京街头小吃炸灌肠 今天就给您介绍到这里 感谢您的观看,欢迎您订阅分享我的频道 谢谢大家